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華創聯行A-House,我是Leslie 今天本身是我自己的放假日 但是我收到一個消息 $3,999就可以賣到一個單位 這個消息在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非常之震驚 相信大家亦都會相當感興趣 所以立即叫我們的攝影師來到現場 來落實這件事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在我身後的就是今次我們要介紹給大家的項目 位於中山市坦州鎮的伊泰華亭 大家都知道雖然坦州屬於中山 但是距離珠海僅僅只是一路之隔 並且距離港珠澳大橋只需要十多分鐘的車程 可以說是性價比的首選區域 而今次帶來的這個$3,999買的單位 買一部iPhone也買不到 可以買一層樓到底是怎樣 立即進去看看 好 各位觀眾朋友 現在Leslie來到燒友中心的位置 不和大家買關子 先和大家解釋 到底$3,999 為何可以買一個單位 目前伊泰華亭做的促銷優惠 只需要客戶給出$3,999 作為一個訂金 就可以買到一個單位 它的操作流程其實是這樣 首先這個方式支持我們做按揭的客戶朋友 正常而我們都知道 做按揭我們需要給兩成的首期 才可以買到這家屋 但是現時開發上幫大家進行店庫 大家僅僅只需要拿出$3,999 就可以在明年的收樓時間 12月30日前 再保齊我們的首期款 以一套我們93平的單位為例 其實一成的首期款 大約在$156,000左右左右 大家可以在明年 我們已經可以收樓的時候 保齊這一成的首期 就可以入住 同樣值得留意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你付了這$3,999 還有沒有額外的費用? 有的 因為你的首期款 是由開發商幫你進行店庫的 也就是說 在整個貸款的流程和貸書出來之後 你需要進行供樓 同樣也是以一個93平的單位 它的月供僅僅是$4,655 也就是說 我們只需要每一個月 拿出大約$4,000多的價錢 然後到明年現樓的時候 再保齊這一成的首期 就可以構置到這一套的單位 這個方案我個人認為 對於想在大灣區買到一套交通便利的 生活便利的單位 同時在整體性價比高的情況之下 是一個非常之不錯的選擇 不需要擔心 現時我沒有這個首期 我在現在房市最低迷的時候 相對價錢最便宜的時候 入手不到怎麼辦呢? 伊太華廷就可以幫大家做到 而今次它所推出的兩個單位 93平以及113平的兩個三房單位 我認為都是一個比較不錯的選擇 大家也可以留意 我們稍後的沙盤區域和示範單位的介紹 進行詳細的了解 立即去片 各位觀眾朋友 來到區域沙盤的環節 大家看到在Leslie後方的 就是項目的區域地圖 大家看到伊太華廷這次跟大家介紹的項目 例如中山市坦州鎮的核心板塊 通常我們怎樣辨別一個區域的中心區 我們可以看看市政的配套 包括坦州鎮政府 就距離我們項目 總共五分鐘車程 不過當然 對於這一類型的配套 大家一定不關心 最重要的是 香港的朋友怎樣來到 我們平時的生活配套有什麼 我們可以見到 位於在右下方的位置 就是香港的位置 經由港珠澳大橋 通過港珠澳連接線 在南灣出口 進入珠海連接南平大橋 再經由坦龍南路 就可以到達項目 時間總共只需要20分鐘 全程15公里 不相信的朋友 可以在高德地圖 搜尋兩個地方的定點 一目了然 同時 在其餘的珠海配套方面 同樣非常之便捷 大家可以見到 在剛才廣返屋苑的路程上 南平華發雙都 就位於在中間的位置 十分鐘的車程便可以到達 而另外 很多港澳朋友所喜歡的 三級我們的三號會員店 在我們上方印象城的位置 由項目到達 同樣僅僅只需要五分鐘的時間 並且 一個煙火氣非常濃郁的地方 有非常之著名的十歲村夜市 各種好吃的農莊等等 假如大家喜歡這種煙火氣充足的區域 坦州我相信絕對是大家的得意之選 而同樣我們來看看項目的沙盤 好 我們會見到今次介紹給大家的伊太華亭 整個項目由一字排開 這種地塊其實在中國的北方地塊上 會非常之常見 北方大部分的屋苑都是一字排開 而板樓的形式組成 屋苑相對小一點 來到南方的位置 大家會見到有些不同的融合升級 整個項目由我們的塔樓所分佈 分為六座 但是在座數分佈上 分為我們的一座 一單元 二單元 三單元 以及我們的二座 一單元 二單元 三單元 同樣大家會見到 整個項目 由我們的遺合式的商業街 所進行組成 未來下方也會有非常之多的 一些我們的便捷餐飲 以及錢大媽等等 來豐富大家的生活配套 好啊 簡單的介紹之後 亦都要和大家說一說 項目的一個基本數據 整個項目 由伊太連那房地產開發 有限公司進行開發 佔地面積約為一萬平方米 總見面約為五萬平 商業配套大約有三千平 綜合的融積率為3.5 綠化率為32% 總戶數332戶 而車位數為372戶 另外我們要留意 整個項目屬於精裝交付 而它的管理費為2.8元 每平方 物業管理公司聘請了 我們國家一級之質的 萬科物業進行管理 而同樣我們來看看它的 戶型分佈 非常之好便應 先和大家說不同的地方 首先就是我們的 一座一單元 一座一單元 採取兩梯四戶的分佈 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左手邊的單邊位置 有整個項目最小面積的單位 屬於我們45平的 一房一廳一圍 而旁邊的單位 屬於我們93平的 三房兩廳兩位 而在背後的兩個單邊位 分別是113平的 四房兩廳兩位 而正餘的一座一單元 三單元 二座一單元 二單元 三單元 就非常之簡單 正前方屬於我們93平的 三房兩廳兩位 扣方兩邊位 屬於113平的四房兩廳兩位 在三千九百九十九元 就去買一個單位的情況下 到底它的水準如何呢 Leslie稍後帶大家一起上去 變真章 各位觀眾朋友 現在Leslie來到實體樓的位置 和大家介紹兩個示範單位 身後的就是屬於93平的三房兩廳兩位 馬上來看看 作為我們的精裝膠庫 由門口這裡非常熟悉的搭配 我們的防火防煙門 以及HPS的智能門鎖 別說 這道門 相當之清手下 而進入到單位的內部 整個單位做了部分的創意改動 就屬於我們廚房的位置 大家看到 如今的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但實際交付給大家的時候 其實在這一面屬於我們的長體 是一個封閉式的鏡廚 假如大家平時不多下廚的情況下 想去做一些改動令到單位的通透性更加強的話 可以參照這個設計 而同時進入我們後部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廚房的延伸是一個生活露台 但它用了地磚通鋪的形式 將整個鏡廚和露台連接起來 這個也看回大家的喜歡 因為有生活露台的情況下 其實擺一部洗衣機在這邊 作為曬衫也很方便 好了 來到我們整個廳堂的部分 非常傳統的樹廳設計 但抵贊的是什麼 整體的開間 相當寬落 不會感受到壓迫的感覺 整個開間達到一個3米3的標準 同時延伸出去 有一個等比場的露台 而露台的部分 稱讚它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它的闊度 非常之闊 大家可以看到 我雙開剪臂的位置 其實都未完全足夠 我的剪臂是1米8 而現在為什麼會有 我們這一面的擋灰的布 就是因為大家要留意 看出去是我們的主街道 好了 延伸過來了 可以看到我們的面板 值得留意的是什麼 風管機是它的膠標 而洗手間的部分 做了乾濕分離的設計 就是把我們的升盤、馬桶 以及我們的棋缸 做了不同的分區 整體的大小 絕對夠用 尺寸完全足夠 同樣 出來看看房間的部分 三間的房間 先看我們第一間客房 客房的部分其實不算太大 有一個全尺寸的飄障台 個人認為做Tutut Me 在空間的使用上 會更加方便 而另外 在後方的位置 是整個單位最小的房間 這一間房間 我們可以看到 特點是什麼呢 就是這一邊 其實跟外面後部的113屏 會有一點點的私隱部分 當然了 房間用來做一個Studio 或者書房 我認為也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而進入到主人房的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它利用了衣櫃 做了一個分區 睡房的空間 大家會看到 擺放一張Cream Size的床 只夠做一個單邊的床頭櫃 並且要泵在場邊 假如大家不喜歡這種佈局的話 其實整個房間可以擺放一張Cream Size的床 而衣櫃的部分 往後一點去推 我們再來看看 套翅的位置 同樣做了一個乾濕分離 而整體的大小 跟客廁上 沒有太大的區別 套翅會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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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當然了 加上3屏和113屏 兩個戶型 在我自己的看來 其實我認為 最值得推薦的 是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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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我們有位置可以放鞋子 不像剛才的三瓶 鞋櫃的部分會比較難設計 進入到整個廳堂裡 我們會看到 做了一個南北通透的佈局 當然在餐廳的這面窗上 而對應的就是剛才的三瓶最小的房間位置 假如大家不喜歡的情況下 擔心私隱道可以做什麼呢? 貼回我們的玻璃紙 現時的玻璃紙是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外面 而外面看不到裡面 整個廳堂裡也做了部分的改動 將露台延伸到客廳做了通鋪 同時也做了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這種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113瓶的單位 利用了大部分的空間之後 整個廳堂的感官 指一個130瓶到140瓶的單位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我們的廚房的部分 由於是示範單位 改造上我認為 增加一套的燙門 因為雪櫃位剛剛就是放在這裡 燙門做回收納式 剛好遮住的雪櫃位 平時不煮飯的時候打開它 需要煎炸炒的時候關起來 功能性和美觀性 都全部和你含蓋了 同時延伸出去 由於我們的露台 其實是非常有特點的 是一個L字形的佈局 所以令到我們的空間 又有更多不同的變化 大家會看到 在我們後部的這個位置 就可以做回一個Store Room 而且是一個非常非常豐富的Store Room 假如大家有其他不同的想法 也歡迎大家在視頻下方留言 教一教我 好了 再來看看我們房間的部份 首先屬於我們的客士 同樣是做了一個乾濕分離的設計 但不同的是 使用的空間面積 都會較為搞衣 比它會大 而另外的兩間房間 大家會看到其中一間 利用了飄窗台 做了一個TAPTAPME的設計 因為整間房間的飄窗台 是一個全尺寸的 所以做起來 就非常方便和漂亮 以及 喜歡打麻雀的朋友 其實可以做回 那種我們的液壓升降的麻雀桌 降下來的時候 是一張我們的客房睡床 升起來 又可以招呼朋友 打一下麻雀 後部就簡單了一點 這邊的兩房 我們可以看到 放了一張Mai 3的小床 泵到牆邊 去做花祖的延伸 假如是作為一個 我們十歲以下的小朋友的房間 我認為也絕對充足 而最重要 來到主人房 113坪的主人房 這個佈局就舒服了很多 大家會看到 放一個床 其實它應該買大張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床頭櫃的位置還有很多 其實這一間房的睡房空間 擺放一張King size 而且再放兩個漂亮的床頭櫃 都是足夠的 而做回一組 我們的衣櫃 去做一個隔斷 成為一個衣務間的分區 亦是完全足夠的 你可以看到 大小的充足 令到它做了一個L字型的衣務間 無論在擺放儲物和美觀上 都對比起家衣有所提升 而延展過來 就是屬於我們同樣一個乾濕分離的設計 好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套廁的這個位置 會有一個我們小小的升盤 有小朋友或是老人家使用的話 有一個升盤坐在這裡洗澡或是放一個 我們的細細 飄窗 不好意思 飄窗 我們的攝影師都忍不住提醒我 飄窗飄窗 對了 我自己也傻了 這個飄窗的位置 大家怎樣洗就看自己了 好 兩個單位就跟大家介紹完了 大家認為 哪個更加好處 其實總體而言 我自己的看法是 3999元就可以入手 並且其實在整個甘心上 差別不大的情況下 我認為 買一個113屏的享受型單位 是伊泰華廷目前更好的一個選擇 而大家假如想知道 現時還有什麼課選的話 歡迎Contest上方的電話 找到Leslie 跟大家進行溝通聯繫 今期的節目到這裡也差不多了 下期大家想看什麼 歡迎大家在視頻下方留言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兄弟